日前网络上广泛流传前中共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化妆成女性出逃 在海关被拦截的消息 周日大陆警方刑拘了两名网民并处罚了另外37人 引发舆论更大议论 头戴假发前中共军委副主席郭伯雄 卫妆成女性的各式照片在网络上流传 然而就是这个讯息引起中共震怒 7月20号党媒新华网引述公安部门消息说 7月15号北京一名马姓网民和海南培姓网民 先后在新浪微博发布 上海进出航班全面延误是因为在抓某人 为了防止某人跑掉或者玩抗 就以军事演习为名把机场给封锁了 报道说公安机关已经刑事拘留了马某培某 并对37名网民做治安处罚或教育训诫 不过事实上从6月30号中共军委前副主席徐才厚落马后 网路就传开中共已经针对和徐才厚同一级别的 另一只军中大老虎郭伯雄收网 到了7月15号网路上有关郭伯雄女装出逃的消息更多 还广泛流传一篇《鸡将军出逃记》 里面详细描述郭伯雄出逃的时间和扳机 很多信息他说是谣言 但是我们发现谣言往往变成了遥遥领先的预言 从最开始王文君出逃成都美国领事馆 后来的活起来的事情 包括他老婆杀害英国的事情 包括后来志文康政变的事情 现在看起来都是一步一步的被证实 除了郭伯雄出逃的消息外 近期还有曾庆红被调查 宋祖英被抓捕 贾沁龄在内蒙被控制 以及众多贪腐官员遭抓捕等等消息 在网路流传 朱欣欣分析 目前中共再次借传谣抓捕网民 主要是对民间传播中共内部权斗行为的恼火 据中共今年1月份的数据显示 中共在去年所谓的禁网专案行动中 查处了1万多家所谓的违规网站 抓捕了1万1千多人 新唐人记者李韵采访报道